圣岳和科技大学时尚经营管理系每年都会举办时尚秀 而今天在淡水捷运站旁的壳牌仓库艺文展览中心 就举办了一场西朝东时尚正面碰撞动态秀 而这次比较特别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能自我挑战 因此这次老师只给予意见协助 从企划筹备到展出 包含寻求赞助商都是有学生一手包办 我们让大一大二的同学来做整个的主导这个活动 那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他们在大三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可以跟设计师还有跟很多的品牌 他们在整个实习接轨的时候 他们会无缝接轨 就业的时候他会更顺畅 那第二个动作的话是说 我们这次的话我们纳入了更多元的元素 这不只是说今天来讲的话 单纯的一个设计师的一个走秀 我们还纳入这个小孩的走秀进来 小孩子的元素 其实是他们品牌叫SweetThink 然后是我们圣约翰科技大学 我们系有一个计划叫DTS计划 是design teacher跟student 然后三方合作 然后我们会分组 然后每一组跟一位设计师合作 然后去学习 圣约翰学生表示 这次的主题是将台湾设计师 自由品牌与西方的潮牌作结合 而时尚经营管理系从去年开始 DTS实习计划 由设计师老师及学生共同合作 而合作的自由品牌设计师就有十几位 更特别的是以往模特儿都是由学生担任 今年加入了亲子元素 还找来四位可爱的小嫩模 穿上亲子装一同走秀 主要的目标我们希望说结合这个在地 也就是我们叫做结合在地 然后走向国际 希望说透过跟在地的文创的合作 然后慢慢的把它国际化 这个所有的活动都是学生自己来举办 都是所有的模特儿 都是我们自己学生来扮演的 给他们有一个师傅的经验 将来他们就业的时候可以无缝的接轨 马上就可以加薪就所 圣约翰科技大学副校长表示 希望校内的学生可以透过实物经验有所学习 以往学生对于预算和企划的执行性较不了解 亲自做企划才能学习到产业的现实面 对于未来除了能无缝接轨的进入相关企业 也能提高竞争力 未来也将与更多新锐设计师配合 让学习更加多元 记者廖品涵黎佑淡水采访报道